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火 今天我们来讲罕见病症 人生病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一般人的一辈子总会生一些大大小小的病 但是有些病可能你一辈子都没听说过 第一个是永远吃不胖还必须拼命吃东西的病 这种病的名字叫马凡式综合症 有一个叫利奇·贝拉斯克斯的小女孩 在出生的时候就被发现患有这种非常罕见的疾病 出生的时候只有1.2千克 并且还没有办法增加体重 医生想尽办法想让他的体重往上增加一点 但是做不到 从他长大之后体重就没有超过29公斤 也就是58斤 相当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的体重 所以医生就鼓励他每天要吃好多顿饭 饭点之间还要吃各种零食 正常情况下人体每天的卡路里消耗量 和摄入量应该是差不多的 在1500卡到2200卡之间 但是这个利奇每天坐那儿不动 都要消耗5000卡到8000卡 这就意味着他每天需要大量的吃东西 才能维持基本的体能消耗 体检显示他体内的脂肪比例几乎为零 另外因为这种病的原因 利奇被网友们称作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 不过现在人家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演讲家了 经常参加一些励志演讲 小时候因为得病的原因 他就经常被同龄人欺负 所以他演讲的内容都是一些反霸凌题材的内容 下一个是早衰症 全称叫早年衰老症候群 在医学界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先天性遗传病 得这种病的人身体衰老的都十分迅速 而且很少能活过13岁 得这种病的小孩会表现出老年人才会出现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像头发脱落 身材瘦小 骨质疏松这些情况 早衰症的患病几率大约是400万到800万分之一的概率 1996年美国出生的一个叫山姆伯恩斯的小孩 在不到两岁的时候就被发现患有这种疾病 而且在电影《本节名的奇幻旅程》里 就提到了这种让人迅速衰老的病症 另外这个小山姆也被太太演讲请到过现场做嘉宾 讲述自己亲身经历 让更多人了解到早衰症的存在 据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只有300个人患有这种病症 不过最终因为身体衰老速度太快了 山姆在2014年1月份的时候就去世了 一共活了17岁 已经比大部分患有早衰症的小孩时间长多了 另外对于那些专门研究如何延长人类寿命的科学家们 他们觉得这些早衰症患者是很好的研究对象 因为这些患者衰老的速度很快 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身体在短时间内经历了成长衰老的全过程 这些科学家们就希望能从这里面弄清楚人体老化的机制 弄清楚这些机制之后 科学家们到时候只需要把这个衰老机制进行逆向破解 就相当于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的 下面这个病就有点像超能力了 这个病的患者能够看到时间极其缓慢的流逝 医学上把这种病叫运动失认症 你想象一下 如果有人开枪射出一发子弹 正常人是根本看不到子弹的运动轨迹的 但是得这种病的人他就能看到 就跟黑客帝国里那个经典的夺子弹场景一样 他们能看到子弹缓缓划过空气的时候 空气产生的那个波纹 一个叫西蒙贝克的39岁男子 一天感觉到头特别疼 就想着去洗个热水澡 看看能不能舒服点 然后他就走进浴室打开淋浴 这个时候他抬头看了一下那个淋浴喷头 他就发现淋浴喷头喷出来的水滴都定格在了空中 十分缓慢的落下 这个现象持续了大概几秒钟的时间 然后那些定格的水滴又刷了一下子变得正常了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的时间都特别短 很多人就算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在意 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就特别少 比如说还有一个61岁的妇女 她在坐火车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发现 她身边所有的乘客都好像在做慢动作一样 并且那个画面是一针一针的感觉 不连贯的画面 就连火车开关门的时候都一样 一卡一卡的 然后她回到家就赶快去看了医生 跟医生说了这些情况 这种运动失人症也特别罕见 会让患者所感知到的物体运动速度比真实的速度慢很多 科学家们目前只知道这种病症跟大脑的视觉皮层有关系 但是具体是怎么影响患者 让这些患者能够缓慢的感知时间的流逝 科学家们还在继续研究 接下来的病症都越来越诡异了 下一个是辅助运动区失语症 这种病的患者没有办法自己主动说话 但是你让他重复一些词语他能说出来 也能按照提示说出一些名词 但是就是不能主动发起谈话 就是你让他们坐在那 你不主动跟他们说话 他们就一直不会说话 这不就是NPC吗 并且这些人的智力没有任何问题 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也没有问题 目前科学家们认为 这些人是因为自发说话所必须的动作规划区出了问题 跟大脑皮层的辅助运动区有关系 然后是二重记忆性错误 得这个病的人更有意思 他们会觉得自己记忆里面的一些东西 被复制出来了一份 具体的说就是 有人觉得他所在的城市或者家 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是假的 但是他也分不清是哪个 患者会表现出对一个人物体或者地点 有两个相同的记忆 让他们无法分清哪个记忆才是真的 有的患者会觉得自己的亲人被替换掉了 他就觉得他爸爸不是他爸爸 他爸爸是别人冒充的 真的他爸爸在哪里 他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的爸爸不是他爸爸 你们乱了吗 反正患者就是这么乱 这就跟同一个文件夹里 不能放两个名字相同的文件道理一样 现在患者的脑子里就是有两个相同的记忆 所以他们都很混乱 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然后是超义症 超义症顾名思义 跟失忆症正好相反 失忆症是你记不起来以前的事情 就像脑子被格式化了一样 超义症患者是能够记住从出生到现在 发生在他们身上所有的事情 超义症属于一种极其罕见的医学现象 它属于无选择记忆的一种症状 患病者的大脑具有自动记忆功能 就是我们常说的过目不忘 患有超义症的人没有遗忘能力 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记得一清二楚 能具体到任何一个细节 比如说一个超义症患者 能说出自己五岁的时候 具体在哪一天下午去买了一个棒棒糖 棒棒糖的包装纸的颜色是绿色的 还有卖给他棒棒糖的售货员阿姨 穿的裙子是粉色的 然后回家的路上 跟一个叫许天哥的小孩子打架 自己被揪了五次耳朵 摔倒了两次 然后回到家被妈妈骂了一顿 因为打架 自己右腿裤子膝盖处破了一个洞 他妈妈那天穿的是件红色的毛衣 这些细节就跟电影片段一样 存在在他的脑子里 想看了随时拿出来播放一遍就行 有一个患者就说 高中三年的时候 他一个半月就看完了 所有避卷考试对他来说 就跟开卷考试一样 答案写的跟教科书上一模一样 就连标点符号都不编 他每次考试都能拿到很高的成绩 但是慢慢时间长了 他就会羡慕那些正常人 因为他不能遗忘 所以他每次看到别人 回忆老照片和明信片的时候 他就好奇正常人模糊的记忆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因为他可以很轻松的记住 十年前明信片背后的内容跟日期 我们正常人的大脑里 就好像有一个垃圾桶一样 每隔一段时间 就把一些不常用到的事情 跟时间久的事情慢慢删除掉 就跟那个监视器的储存卡一样 只能观看最近一个星期的回放 超异症患者的硬盘里就没有垃圾桶 所有东西不会被删除 所有事情只要发生过 就会永远被存在脑子里 据美国加州大学的统计数据 全世界一共只有大概80个人 患有超异症 那看了这么多症状 接下来咱们来开个脑洞 机器人Robot的定义是 一切模拟人类行为或思想 和模拟其他生物的机械 被称作是机器人 机器人执行任务需要有一个大脑 这个大脑就是CPU 同时也要有动力来源 大部分机器人都是靠电力驱动的 传送电力的线路 就相当于机器人的血管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自然界的生物都是 有血有肉由骨骼组成的 而机器人大部分都是用人造材料 像塑料金属构出的 有血有肉的好处就是 生物如果受了伤 可以自我愈合 而现在的机器人材料 还做不到这一点 那我们不妨把时间线放长一点 如果之后 人类也可以制造出 像生物一样自我愈合的材料 那到时候 是不是机器人就更加逼人了 到时候CPU的储存器 也不是现在的材料 再之后 如果人类能赋予这些机器人 意识呢 那么这些机器人还能叫机器人吗 那么反过来说 我们现在人类的定义 是不是就模糊了 自然界所有生物的定义 是不是都要被推翻了呢 那么 人类究竟是怎么来的 神创论会不会是另有所指的 OK 以上内容纯属歪歪 想想即可 不用深究 深究伤脑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胡 我们下期见 再见